換句話說其他的絕大部分是一等 那只有極少數會是丁等 這個是比例最大的爭議是在於說 這個5%大概沒有人會質疑 可是3%打丙這個有沒有道理 但是呢他是要三年丙等 這不是連續三年 就是累積滿三年的丙等 就把你資遣當然還是會給你資遣費 或是要求你所謂的提前退休這個問題 之前呢從在現在的時候呢 整個打考機呢是用四個標準來打 工作的表現佔50% 你的超性你的超手佔20% 你的學識佔15% 你的才能佔15% 工作表現當然就主管來評定 可是超性學識跟才能就真的很主觀 就是說也許你遇到一個學問非常好的主管 那當然他下面的人 他都會認為說他學識不夠 或者你遇到一個學識不夠的主管呢 下面每一個人都是才高八斗 這個會因為主管的好惡或是差異 而有很大的差別 所以現在要改成說只有兩個標準 第一個就是工作績效佔70% 第二個你的工作態度 敢會怕 工作態度佔30% 考核的細目現在呢是全序部統一來定 譬如說你這個是文化局的 你的考核細目跟所謂的勞工局的考核細目 是完全一樣的這個當然會有很大的不公平的問題 所以現在呢全序部要改成各機關自己來定 你考核細目是什麼 所以這個標準要先透明化先清楚弄出來 然後呢以前呢是假等跟以等呢可以一起算分數 然後都可以升等 現在是以等不算分數 只有假等才可以升等 然後呢不同單位呢可以自行調整比例 這可能是外界對全序部這個版本最大的誤解 他現在的做法呢是總額管制 譬如說考試院你就是3% 教育部你就是3% 可是教育部下面呢 也許像我們這個小小單位只有四個人 那也就是零 就是每一個人可能都是優 或是每一個人可能都是假 不必要每一個 就一定要有3%的這個平等 那另外呢就是說你由主管機關 自己來去做輕微的這些細部的微調 然後呢要課與主管核實評考的責任 就是剛剛講你如果亂打考級 你因為個人好惡的話呢 同樣你也要被打平等 主管也要被打平等 甚至調非主管的職務 要確定考期的條件跟程序 另外要強化自我評量 同才之間的評比還有申書機制 明鳳我請教你 這樣改到底有道理沒道理 我覺得當然你譬如說你這個 工作50%這個部分 我覺得改這個還算蠻有道理的 因為你所謂學識跟才能 因為有些人在公務機關 我也待過公務機關我坦白講 那公務機關對我 對我這樣一個從民間去的人 我覺得他們最大的問題就是太保守 然後保守到就是說你恐怕他要求你 因為我的工作可能是要求部門做一些行銷 他們恐怕就沒有辦法接受你這種行銷的概念 是保守到這種程度 那有些人態度會跟你很好 就是好好的講 可以完全就是完全 有的人是完全不理會就對了 那所以說我覺得就是說公務部門的確要活化 我覺得你進去以後你就是覺得那一群人好像就是每天在玩公文的一群人而已 好像所有的生產的產能完全就是看了多少公文這樣 沒有實際的所謂的一個成效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一定要活化 而且一定要有效的一個活化 那我覺得就是說你整個考評的一個平衡的項目就變得很重要 那你剛好講你剛好考試院提出來說這個態度什麼的 我覺得這個這樣的改革這樣的方向是OK的 因為你過去憑什麼學士才能 那那就是太空泛了 我學歷很高 可是我每天都在那邊喝茶看報紙 因為我有我有學士所以我占15%的一個考金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可是公務員我們也不要講說公務員都是不好的 其實我進去以後看到很多公務員其實很感動 他們都很認真的在為國家做事情 可是他們有時候有種心態就是說 如果我如果不照錢人做我恐怕會出事 那這個是所有現在公務體系裡頭最綁手綁腳的部分 所以要活化是大家的共識 對 3%有道理嗎 3%我覺得3%一點 我覺得這種死板的數字 我覺得一點道理都沒有 我坦白講 譬如說剛才那位苗栗的市長對不起 我問他自己有沒有打過這種3% 或是說所有這個該走的人 他真的有沒有下過鐵碗去打 我也問過幾個縣長 他們說這個現在也是有啊 你明明就看見那個人怎麼樣 他就是要打餅了 可是他也顧及一個人情說 我就是不要給他餅 那請問一下 我現在我都有 我其實已經有機制可以做了 那我現在我都不做了 那我未來還要講什麼呢 對不對 那你說3% 那有些人就會說 我為了湊這3% 我本來喜歡的人我就變成 我本來不喜歡的人 我就說沒辦法啦 這個是規定的 3%一定要怎樣 我覺得這中間的問題就是太多了 而且說實在以前我們在報社 我們是政治組 我們會跟其他組 然後每個報社也有規定啊 每一組一定要淘汰幾個人百分之幾 那我們政治委員就會問說 我們跑的路線都是報紙前面版面 然後路線也很重 為什麼跟其他的組這樣做評比 那同樣問題也是在這個公務體系 也是有這樣 有的公務體系 他的工作本來就很繁重 那你說硬性給他規定3% 那跟其他很閒的組 然後他也是3% 請問你這樣叫公平嗎 你這樣叫 真的有活化到公務體系嗎 我們再透過那個電話連線 連線到苗栗市市長 市長我先請教你 剛剛陳敏鳳 他說的是說 你如果要淘汰這些不適任的 根本不用去改這個考級法 現行的制度就可以改 我用那個電話來跟您報告一下 現行的2006年呢 只有74%的人是打假等 25%的人呢 是打疑等 丙等的人呢 就590個人 如果我們用最保守正職的公務人員呢 大概就是25萬多 如果你在喊不讓當 加一些約聘雇啊 其他的大概是30多萬 如果是正職的公務人員呢 25萬多呢只有590個人 在現在是被打丙等 你要打丙等 早就可以打他丙等 更何況 如果你直接打他丙等 也不用什麼三年的考級 丙等 丙等你直接把他趕走 免職連資遣費都不用給他了 丙等呢 2006年只打了三個人 全國那麼大 只有三個公務人員被打丙等 2007年呢 多了一個人被打丙等 24萬個公務人員 只有四個人被打丙等 丙等也只有406個人 2008年呢 丙等是三個人 丙等是323個人 如果真的要淘汰 早就可以淘汰 而現在強制3% 真的就可以活化公務體系嗎 市長 我要向各位報告 第一個就是 這個以前的考級法 我們在苗栗施工所來講 我的一等不受這些的限制 我該打一等就一等 我沒有所謂輪流 也沒有受那種限制 所以我的假等呢 我不限定是百分之多少的這樣子的一個 是不是 那一個限制 另外就是說 為什麼說該要淘汰的就沒有淘汰呢 那因為事實上我們先譬如說 我們有打過這個 打過這個平等打過丙等 後來經過申訴 經過這個人品費 他們在申訴的結果 後來都被恢復了 都被恢復了 在這些的問題上呢 就造成了很多人品費的委員 後來都不願意 都不願意再有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餐飲 所以這個人品費的一個 上級人品費的這種 在申訴制度上 事實上有比較寬容的一個處理方式 是 批夫是我們可以講說 我們可以用這個惡名招章 惡名招章這個公務人員 經過停職 經過申訴之後 批夫都可以復職 批夫都可以復職 你所提到的 你所提到的幾個被停職的 其中有我們苗立憲的 後來都復職了 都復職了這種情形 有這種情形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3%也好 我主張的5%也好 而且這個在這個當中還有一個補救 給他有一個自薪的機會 你這個再能夠獲得 你除了三年以外 你獲得的U等 你還可以補掉以前的B等 是 這樣子的一個激勵 讓公務人員有在努力 在自薪的機會 你再沒有自薪的機會 你再不努力的話 再到町冷 那這樣子的累積 那以後再 縱使你再訴願 你再申訴的話 我相信申訴委員 大概在這方面 就會在軸心的再做處理了 他要申訴成功的機會 也就會比較少 這是我看法 還有剛才講的李永平 他是現任的副市長 不是文化局局長